好,我们现在谈的叫做Secure Shell 或Secure Shell Demon Secure Shell在今天的 Linus Unix连线环境中 可以说是最常用的一种 取得远端Shell的一种方法 它可以替代 它是一整个套装 里面可以替代过去旧时代的Telnet Telnet也是一种 取得远端中端机的连线 但它的优点是什么 它不加密 到今天你上BBS的时候 还是用Telnet 只是现在你用Telnet的机会 真的变少了 Telnet它的缺点是不加密 所以使用者 在传送使用者名称跟密码的过程中 被中间的窃听者 都可以看到使用者名称跟密码 造成密码的泄漏 FTP本身也是不加密的过程 所以也是造成我们 在管理过程中的不安全的连线 它有一种叫做Remote Shell 所谓的Remote Shell 就是连接使用远端的Shell 而这种远端Shell呢 还有Remote Execution 远端执行的过程 以前会需要一个Rhost的软体 或者是Rshell的软体 会帮我们来做这件事 这个所谓的Remote Shell 我们稍微给你看一下 还有Remote Copy 远端的复制 那这些过程 因为过去使用者验证 不安全的关系 到现在 全部被这个Secure Shell的应用 替代掉 大部分的Unix系统 都支援这样的东西 你可以在你的手机上 找到Secure Shell的应用 所以连你的手机都可以装 Secure Shell 你的手机如果是Android 它一样有 如果你的手机是iPhone 它也一样有 iOS一样有这个SSHD的应用 就算你用的是Mac MacOS 10 MacOS本身也支援Secure Shell 那它的重点是什么 它加密 它加密分成两个部分 也就是当使用者验证 传输账号跟密码的时候 它会用一种 所谓的非对称加密 而这种非对称加密的好处是 它经过了公开经验 跟私密经验 或者公开经验验证的方式 来让它的加密更加的安全 中间的切清者 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 听到你所传送的 使用者名称跟密码 第二种加密 在使用者验证做完之后 就会变成所谓的 对称加密法 来加快它的支援的速度 对称加密法 虽然有所谓的经验 或是传输经验过程中 被切定的问题 但它一开始的时候 使用非对称加密 而来在非对称加密的连线中 中间传送对称加密的密码 所以它的破解的比例 或是这样 应该讲破解的强度 大家的大大的增加 它支援密码验证 它也支援经验验证 而密码验证跟经验验证 它的设定是 如果两个都开启的话 也就是先去寻找账号的经验验证 当没有经验验证时 就使用密码验证 但你在实际使用时 需要注意的是 它本身就是一种 账号对账号的连线 它的连线过程是 从A主机的A账号 连到B主机的B账号 所以它连线概念 并不是主机连主机 是账号对账号 在第一次连线的时候 比如说今天的Jerry 在A主机 他要去连到另外一台主机 这就是所谓的Secure Shell Demon Secure Shell Demon 那客户端的软体 称之为SSH 所以它使用的指令 叫做SSH 连线的对象 是远端主机的某个使用者 所以你说 这像不像是电子邮件地址 是的 也就是某一台主机的某个使用者 当Jerry第一次 跟远端的伺服器连线时 伺服器会将它的公开金钥 透过网路丢给Jerry Jerry会把远端伺服器的公开金钥 抓回来 存放在自己加目录里面的一个叫做 DN SSH 目录 里面的一个叫做 None Hostess 的这个档案中存起来 有什么好处 这个公开金钥 原则上对伺服器来说 它是不会改变的 伺服器的主设定档 这里面也指定了 它所使用的公开金钥 在现在这个状况下 还跟这个人没关系 当Secure Shell的客户端 连到伺服器时 伺服器负责把 它的公开金钥丢过来 它这边存 第一次 我们开想 第二次 如果第二次Jerry 再连线到同一个伺服器 伺服器也把公开金钥丢过来 这个时候Jerry就可以拿 这个地方的存档 跟这个金钥对照 如果Jerry发现 他传过来的 他的连线的IP位置 跟他传过来的公开金钥 跟他之前记得的是一样的话 那最好 对不对 那如果他记得的 跟传过来的不一样的话 那不是糟了吗 也就是远端伺服器的身份 远端伺服器已经不是之前那一台了 所以他的程式就会发出个警告 跟你讲远端伺服器已经不是之前那一台 那你的风包是不是被人家夹持 会丢到一个不知道的什么样的地方 那如果这个金钥交换是成功的 他们就开始进行使用者验证 使用者验证 他要进入的是杰克这个账号 所以他就进入了远端主机的杰克账号 他所打的指令 透过网路传到杰克的账号的终端机的shell 所以shell在哪里 shell在这里执行 中间是加密的 中间是加密的 因此他的全名叫做secure shell 安全的shell 因为你连的是远端伺服器 为这个使用者所开的shell 他所打的指令 在远端主机执行时 是用杰克的身份去执行的 这样你看不看得懂 也就是说 当你用你的Jerry身份 进入远端主机的杰克身份时 你的真实身份 是远端主机的杰克的身份 这是中间还加密 所以来保护你在中间传送的文字讯息 指令的内容 还有使用者验证时 用的username跟password 都可以被加密的方式所保护 这是secureshell连线的原因 他同时不但是 只有取得中断机的功能 他还有很多其他档案传送 跟管理的功能 我们接下来一个一个的谈 首先第一件事 谈到像刚刚这样的过程 secureshell从我本地的用户 也就是你要注意在这个地方 让我故意把指令行写得完整了一点 如果我开始连线的对象 是我这台电脑的root 我直接写一个警号 就是用我的root的身份 连到server6.example.com 这台主机的杰克账号 所以如果我一旦连进去密码 或是金钥队了 我就是server6的杰克账号 第二 如果我是root 我连到远端主机server6上 这前面没有指定使用者名称 没有指定使用者名称的定义 意义是什么 就是我是root 我连到对方的也是root 所以我不需要另外去定义使用者名称 第三点 爱丽丝小老鼠server1 这是server1这台电脑上面有个账号 叫做爱丽丝的账号 他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他的家目录 爱丽丝是一般人 所以这边是个警号 叫前号 这个前号告诉你 这是一般人的身份 爱丽丝用server1的身份连到server6上面去 如果爱丽丝同样写这条指令 那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的身份是爱丽丝 我就假定在这个地方server6一定有个爱丽丝 所谓一定的意思是我写这条指令的时候 我就是用爱丽丝的身份进入server6 可是如果server6没有爱丽丝这个人 你达到死也不会成功 你的密码怎么写也不会成功 因为爱丽丝根本没有存在于server6上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时候如果爱丽丝在server1上 需要连到server6的root 他的写法就是secure show root 小老鼠server6.sample.com 所以这个secure show root 这就是账号名称 小老鼠server6 跟你说这台主机叫做server6 我连的是server6的root 所以如果验证成功 爱丽丝就变成了server6 这是第一种连线的连线进入中端机时 需要注意的第一件事 所以我现在这个地方做测试 我现在这个中端机很明显 它是一个root账号 而且是在实体机上 现在这个地方是12号 这是透过DHCP伺服器所取得的12号 我在这个地方连到它的爱丽丝账号 我写secure show 爱丽丝 小老鼠 192.168.0.12 你可以看到 它现在出现错误讯息 这个错误讯息就在远端12号所送回来的连线 它的key金钥 跟我预期的不同 对于排除这件事 我先做第一次给你看 等一下我们再来做第二次 在这个时候 我用管理员的身份进到我的加目录 里面有个叫做.ssh的目录 加目录里面的.ssh目录 这里面有个档案 它叫做knownhostess 称之为已知主机 我用vi打开 knownhostess 在这边要找12号 0.12 好找到了 这是124 我要找纯粹的12号 这里 192.168.0.12 它的金钥在这里 这是之前在教室里面的12号这台电脑 它所交给我的公开金钥 但是我现在 回到录制影片的地方 那是另外一个环境 它是另外一台虚拟机 所以它的金钥 也就是这台虚拟机 送过来给我的金钥 跟我记得的这个金钥怎么样 不符 所以解决的方式就是 我在这里 我游标放到这里 把这行杀掉 12号杀掉了 存档 回来再存一次 再联一次 Secure Show 爱丽丝 1968.0.12 注意看 上来 它这边有个警告 permanently add 1968.0.12 到已知主机的列表上 它为什么会出这句话 它告诉你 永久性的把它的金钥 加到刚刚的列表中 第二点 它为什么会卡住这么久 早后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会卡住这么久 我可以开始写爱丽丝的密码 PASSWORD 密码如果过了就OK了 我现在进到的是demo这台主机的爱丽丝账号 我的身份是爱丽丝 我的身份是爱丽丝 所以爱丽丝的身份上面 我们就可以了解原来在这个地方遇到的问题 是因为刚刚的金钥 刚刚特别跟你讲过金钥处理的方式 这是第一次讲 我进到爱丽丝的身份 退出 Ctrl D 跟刚刚一样 退进入Share 退出Share 如果我写IP的时候 我直接写这样 Secure Show 192.168.0.12 没有写使用者名称 Enter 我进的就是12号的ROOT账号 可是它为什么有这么久 这跟客户端设定有关 我们可以等它一下 它为什么要这么久 因为它有一个验证要去执行 但是执行不到 执行不到 它就会进入一个等待 过了 金钥验证过了 不需要写密码 刚刚你看到的 进入爱丽丝账号需要写密码 进入管理员账号 不需要写密码 但它一样都延宕了那么久 不管 现在我们看ID 这个是管理员账号 我可以在这边去针对管理员的工作 再进行设定测试 OK 现在这是基本连线的过程 我们影片在这边先停下来 这边先停下来 谢谢大家